妹妹,这外面重兵把守,你是怎么进来的? 薛将军告诉我,他在宫墙边上开了个小洞,现在当值的御林军统领曾是他的旧部,以后这朝阳政院我就能够随意进出了。 只是姐姐,我刚刚路过御花园,看到夏迎春和魏文斌二人,只可惜距离太远,我没有听清他们在说什么。 哎哟,天屁江那个蠢货,现在头顶绿油油,自己还被蒙在鼓里。 妹妹你说,这要是传出去,让天下人知道了,这不就是我大齐最好笑的笑话吗? 话是这样说,可能夏迎春未免太不要脸,我总觉得他们一定在密谋什么事情。 行了,妹妹,我们先不提这个,这么多年,除了昆儿,也就只有你,心里还惦记着姐姐,时常给姐姐送些吃食,还有衣物不料。 你为姐姐做的,姐姐心里都清楚。 姐姐,我这条命都是你给的,为你做一切都是我应该的。 哎哟,我的好妹妹,姐姐跟你说,如果有一天,你要是遇到真爱,你就抛开这些虚名,大胆地去追求,姐姐支持你。 姐姐,你在说什么呢?我都已经是大王的妃子了。 妹妹,你莫不是真的喜欢上了甜蜜江? 姐姐,我是万万不敢的。 这有什么不敢的?我这么好的妹妹,如果真的喜欢上了她,那是她甜蜜江,天大的荣幸。 你不必顾虑我,我和她早就服气情尽。 还有妹妹,如果有一天,你真的碰到众议的人,你告诉姐姐,姐姐可以撮合你们。 姐姐。 害羞了。 姐姐,你快别再说我了,我恐怕真的要在西宫了却余生了,可是姐姐你这样厉害,你还待在此处不肯去别处,你当真对大王是情断了吗? 那当然了。 那个,你刚才跟我说夏迎春。 妹妹,放心,他们的事情都在我和昆儿的掌握之中,作为作福不了多久。 。 。 。